一刻不能安宁的妈妈突然察觉家里竟然如此安静,前去查看两姐妹看到这一幕差点昏倒。 养小孩就像养狗狗一样,常常发生一些好笑的事,吵吵闹闹和嘻嘻笑笑是很平常的。 但当你察觉到家里变得很安静的时候,可能就是有大事要发生了。 美国有为妈妈和两个孩子一起待在家,平常两姐弟总是吵吵闹闹的。 但是当妈妈突然察觉到时才觉得奇怪,家里竟然安静了有好一阵子,这真是太不正常了。 于是她决定去找孩子们看看发生什么事。没想到这一看妈妈差点昏倒了XD。 当她走进厨房看见两姐弟坐在餐桌上,但是弟弟已经不是弟弟了,她变成18同仁了。 原来是姐姐将一整罐花生酱都涂到弟弟身上,坐在一边的姐姐还双手沾满了花生酱。 妈妈一瞬间都傻眼了,还是保持冷静地问孩子们你们在干吗? 姐姐有些不知所措,之后才害羞地说再帮弟弟去角质。 正被去角质的弟弟则是看起来一脸兴奋又期待的XDDD。 相信大多数的家长看到这一幕应该都崩溃大叫了吧。 小编想,这大概就是教育方式的差异,比起崩溃骂人,这位美国妈妈反而是称赞她的女儿,真棒,你真有艺术的天分,弟弟被你涂得还蛮好看的。 但是称赞完了,当然也要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,因为既然这去角质事件已经发生。 那么则被孩子已经于事无补,那么不如换个角度教育孩子也不会伤了孩子的心。 被涂满花生酱的弟弟。